這位被法官形容原本是警隊精英的前警長 因為收取50萬幫手查資料 涉嫌收受利益罪 星期六被判入獄一年半 案情就指2019年2月 李鴻發哥哥哥的扣仔麥志源 有一個姓黃的生意拍檔 他和人有金錢糾紛 被人追債騷擾 報警後都未獲受理 麥志源於是找了駐守東區警區刑事調查隊的被告幫手 被告就找了刑事調查隊一個專責調查收債案件的同袍 說有人用三合會社團收訴集團成員的身份來追債 要求同袍將事件 情報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 事隔了一個月 被告又催促同袍向警方情報資料 又透過任職懲教署一級懲教助理的哥哥 查核收訴人的復刑記錄 以及要求刑事調查隊一個警員查他的住址 李sir真是很關心單案的 隔多一個月再找另一個刑事調查隊警員 提供收訴人的身份證相片 要求警員找出那個人的住址 可能你會問sir建議職報有什麼問題呢? 問題就在於聯署收到貪污投訴後 發現麥志源於4月底時 給了一張50萬的支票給被告 支票同年7月就入了被告的戶口 控方就說這50萬是被告向麥志源等人提供協助的報酬 而被告就說那50萬是大哥貸款給他 站委法官陳永豪最終就裁定被告收受利益罪成 說被告原本是警隊精英 服務警隊當年屢獲家獎 但是都不能忽視他在這件案裏知法犯法 打擊了市民對警隊的信心 判被告入獄18個月 並且頒下復還令 要求被告將那50萬交給法庭 而除了這件案之外 警隊精英2021年初 亦都承認向俗稱遮仔會的警察處束護助社隱瞞負債 握了45萬的貸款 還投注外圍 被判處240小時的社會服務令 同年11月就被割職 威慕 殭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